英國原定23號到期的封鎖令預計將延長 英國財政大臣李希·蘇納克表示 英國經濟6月份可能萎縮35% 失業率增值10% 面臨數百年來最嚴重的衰退 政府將無法保護每個公司和個人 英國累計超過9萬3千人感染 1萬2107人死亡 4月15號 法國巴黎聖母院大教堂 遭遇大火一週年 為期五年的重建工作 因為疫情暫停 法國總理馬克龍週三表示 會如期完成重建 法國累計確診超過14萬3千人 15729人死亡 是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當局將推出1,110億歐元的救助款 同時向前線的醫護人員每人發放1,500歐元的獎金 並增加加班津貼 丹麥週三重新開放學校 成為歐洲第一個恢復開學的國家 政府要求學校確保教室課桌之間保持兩米的距離 以及其他衛生規則 目前丹麥50%的城市和哥本哈根35%的學校恢復上課 其他學校有望在4月20號之前開放 西班牙增加3,573人確診 累計17萬7,633人感染 1萬8,579人死亡 西班牙總理桑切斯週三表示 除非找到疫苗 否則生活將不會恢復正常 印度週三通報 68人確診 累計1萬1,555人感染 396人死亡 當局宣布封鎖令延長到5月3號 英國週三派遣包機從印度西部城市阿莫達巴德 撤離了250多名公民 美國當天也派兩架包機撤回美國公民 新西蘭週三累計確診1,386例 9人死亡 新西蘭總理阿德恩宣布 他和全體內閣及公共部門首長 自願在未來6個月減薪兩成 新西蘭已封鎖3週 經濟陷入停滯 韓國週三舉辦議會大選 當局規定前往投票的民眾遵守嚴格的防疫措施 新唐人記者李梅 于薇 綜合報導